一个个头上带着一把小米的卡通人物贴图 再搭配有趣的对话 这是一首大学传播与设计原住民专班学生的创作 透过可爱手机贴图来认识小米文化 因为文化的东西想要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 所以就是想说用LINE的贴图 就是让年轻人可以更多认识 借由这个LINE然后更愿意记录到部落里面 小米文化其实很重要 就是我到长大以后才认识到自己的文化 珍贵的地方 所以从这次主题然后去认识 屏東大学原住民专班学生则提出文录作为策展一项 从石板屋设计的布展空间 到现场展示的碑垫 木雕等作品 都是出自于学生的巧手 一到大三的学弟们他们的作品有木雕 然后碑垫跟石板屋 然后他们就让他们自己在课堂上所学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这个展示当中展示出来 对 然后都是以一些原住民排班组的基本的图层 比如说太阳 然后菱形 对 来做一些基本的图层的展示 青春设计节从2005年发起以来 已成为台湾具有指标性的青年创意设计连展 包括各种文化创意主题与艺术创作形式 今年活动族人学生透过巧思 将原住民族文化结合设计 让每件作品富有现代特色又有文化内涵 有人就怎么这样打给我高纯严诚采访不到